教學的經驗 現在學習 沒有 完全沒有 那我只能說台灣真的太幸運了 因為大部分國外的國家 就是到目前為止都還一直在用原具教學 那另外就是要透過各種 各種 SOP 讓事情 變得比較規格化 然後讓事情可以用最 就是更有效率的 幾個方式 然後我們想 問大家的是 在臨時小學校會學什麼 你們期待來這邊學什麼 我真的要隨便點人 有被 爸爸媽媽逼著來報名的 有嗎 請舉手 我覺得依照經驗應該不會有人舉手 那為什麼 來報名你想要來這邊 這邊學到什麼 喔 我隨便點了齁 來這位 綠色 謝謝 謝謝 可以講一下嗎 我是想知道 就之前有聽過G&B 然後聽過很多次介紹 可是還是不知道這是什麼 聽過很多次介紹 還是不知道為什麼是誰跟你介紹的 然後想說 也可以借這個機會來支持一下 然後知道要怎麼去 然後知道要怎麼去 找一個專家 然後再找一個 然後 然後 還有現在男女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等一下 我跟大家分享G&B的影響力評報告的問卷結果 大家就會知道 還有嗎 我想找一位女生 這邊有男女二年一班的同學嗎 二年一班沒有 二年二班 一年二班 都沒有 那 那我就只好 我想想 來 那位 這位 這就是你 不是不是不是 這位女生 我要找 那個藍衣服內裡是紅色的 對 為什麼想要來參加 對 為什麼想要來參加 就是 G&B的簡介 然後 就 就看了一下 就覺得 從他配置到很多東西 然後就是大家 可能對自己的事情 會有興趣的 所以就 就情況明顯 而且免費 然後 而且免費 對 我有被警告說 在這邊不開 可以收錢 要不然沒有人要來 好 然後還有嗎 還有沒有人是其他 剛剛沒有講到的 來這邊會不會 橘色衣服的男生 對 想要學什麼 想要消磨一下時間 好 想要消磨一下時間 那 我知道 那不是回家看Netflix 或YouTube 你想要 你想要好嗎 來 那黑色衣服的女生 在她後面 對對對 自主學習要做的事情 OK 好 首先我們要教大家一件事 就是掃QRcode 你們有帶嗎 你們有帶手機嗎 蛤 就是先掃QRcode 小學校要學的第一件事 就是掃QRcode 好啊 收好了嗎 掃QRcode 掃QRcode 進去看到什麼 HackMV 有用過HackMV的請舉手 有 哇 哇 了不起 既然比聽過G0V的人還要多 是怎麼回事 來HackMD 這個是今天的共筆 那其實共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SOP的一部分 就是G0V工作方式裡面 如果你不知道要做什麼 或是你想要開始做什麼 第一件事就是先開共筆 好 開共筆呢 通常我們就會開在G0V的HackMD上面 然後呢 你就開始把你的想法寫下來 然後如果有人有回應有討論 他就會到上面去跟你討論 那我們今天掃的這個共筆 裡面有今天所有活動的資訊 那如果大家等一下我講的 你們我覺得用手機打字有點難 但是如果你們有帶Laptop的話 或者你們可以把它記下來 就可以直接記在上面 所以我們是期待說 今天上完之後 通常我們上完就是開會 或是討論完之後 就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共筆筆寫在上面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為什麼要記筆記 為什麼需要記筆記 第一個喔 第一個這個筆記是公開的喔 就是HackMD這一個筆記是公開的 那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然後他會有版本的就是紀錄 就是誰修訂了什麼會知道 然後是誰寫了什麼也會知道 然後但是最主要為什麼要記呢 為了要讓沒有來參與的人 他也有事後可以參加的機會 所以GTV有一個好處就是你可以事後參與 包括我們今天也會錄下來 所以如果你不到沒有到這邊的話 你也可以事後再參加 然後再來 所以到底臨時小學校會教會大家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個需要一些根據 就是我們最近做了一個 那個GTV的影響力的評估的問卷調查跟報告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還算是 不是GTV的九中堂或是參與者自己憑想像 是真的有去做調查的結果 大家覺得GTV的影響力是什麼 就是有聽過GTV的人覺得 GTV是什麼樣的一個社群 你來參加GTV可以得到什麼東西回去 有人要分享一下嗎 來 不是你 不是他就是你 快點 不是不是 是他 你覺得來參加GTV的影響力會是什麼 你參加你參 你猜來參與的人通常他們會有 學到什麼東西回去 資訊相關的還有嗎 還有嗎 來 可能會讓大家大吃一驚喔 其實跟資訊沒有太大的關係 第一個喔 GTV長期參與者說 很多人在這裡找到共度人生的夥伴 喔 喔 共度人生的夥伴不是只找到你的結婚對象 或是你的伴侶的意思 喔 老師不要緊張 我們這邊不是婚優色 而是說你在這一個社群裡面 你可以找到跟你價值觀相同 然後願意跟你一起合作 一起走 就是一起做一件事的人 那這個就是很好的消磨時間的方法 我覺得會比看YouTube或Netflix好看 所以加油 在這邊找到可以認識共度人生的夥伴 所以GTV的人際價值是非常高 包括你可以結識自同道合的夥伴 然後可以拓展自我人外網絡 然後你找到一些跟你學不一樣的東西的人 可以一起合作 那再來還有呢 還有就是剛剛我講到的 藉由GTV常用的協作工具 你能夠降低專案跨界的門檻 讓大家用同一套行為準則來做工作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開共筆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SOP的一部分 那因為大家都開共筆的時候 大家就知道說 我如果有想法我就去開共筆 那大家有想要知道別人在想什麼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開共筆 然後減少無效的溝通 增加專案成功的比例 再來就是我們又整理出來說 相較於其他的社群或組織 你認為GTV專案對社會的影響力的程度 就是不可取代的程度 比較大的是哪些 那包括說協作的方法和開源理念 然後包括增加跨界合作 和專案發展的行動力 包括增加台灣國際交流的能見度這些 那所以我們其實歸納起來 GTV的關鍵字大概有四個 叫做協作開源跨界行動 所以其實基本上我們希望在臨時 小學校能讓大家學到的 就是這四件事情 包括怎麼協作 然後開源模式 怎麼跨界和不同的一起合作 那另外最重要就是要行動 那當然這個不是說我講講就可以了啦 就是今天一整天的 我的課程內容 大概都是讓大家有一些體會 那需要要怎麼學 其實需要很長期的一些參與 那再來回過頭來講 什麼是G0V 我想請請剛剛有聽過G0V的人 在舉一次手好不好 會不會瑞姐 來好來外面戴那個牛仔布口罩的 你聽到G0V是什麼樣的一個社群 或是什麼東西 感覺就是有很多 就是需要有些想法 想要幫助社會去學生 然後一群人繼續開發一點關係 OK好很好 有講到重點 還有沒有 我很想聽到你 聽你講一下 你聽了很多次都沒聽懂的 那個概念是什麼來 我一直聽到開源 你一直聽到開源 可是我一直知道開源 一直不知道開源是什麼 對阿開源結了沒有關係 我會講開源是什麼 還有嗎 剛還有誰舉手 剛不只三位吧 來你一定聽過啦 共婉先生 講一下 我一開始了解的時候是黑個手 就是兩月半這個 是是是 然後 G01的概念就是 從 換位思考從 政府的角度開始去做思考 所以我覺得 不錯 所以我就來 好 謝謝 換位思考 對對對 因為為什麼叫G0V 大家看那個G0V有沒有很像那個 G0V G0V G0V是什麼 政府 G0V 其實國外寫那個G0V的書很多 但是有一本書 從頭到尾都把G0V寫成 G0V 我就覺得還滿生氣的 為什麼是0不是V 這個有一個講法是這樣子 因為原來是G0V 剛認只是G0V 然後 因為對政府的一些做法 覺得 還有在改進的必要 就是想要做一些改進 所以我就用0來取代 O變成G0V 那0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知道資訊的那個 就是 二進位就是010101 所以那個0就是代表資訊 就是數位化的意思 所以G0V就是希望是一個 數位化的政府 這樣子 然後 所以 其實G0V 你也可以說 它是一個從政府Folk一個新的專案的概念 什麼叫做Folk一個新的專案 就是我要講開源的事情 好 開源的專案裡面呢 如果你對原來專案的做法 你有覺得 你覺得不滿意 或是你覺得這樣做不好 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 去跟專案的人吵架嗎 譬如說你們如果一起做一件專案 你們覺得這樣做不好的時候 你們通常要怎麼解決 你們有一起做專案然後吵架的經驗嗎 跟同學 有嗎 欸 你看起來有耶 要講一下怎麼解決嗎 就什麼 就什麼 自幹 自幹 就 別人弄不好就自己把他做好 好 別人弄不好就自己把他做好 基本上是這樣啦 就是 他 他就是 因為 你就會跟他一起合一組 然後最後都是他做 然後你拿去做 拿去做那個 那個申請的報告 是嗎 沒有 我現在會被抓包的 我非常確定 就是 在開源模式底下 如果你覺得原來做法不好的時候 你可以fork一份 你就可以 分支一個新的計畫出去 然後用你自己的新的方法開始做 但是原來的人他還是可以用原來做法繼續做 那為什麼可以做到這個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他在智慧產權底下 他是 他是用open source的license來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就是你可以 比如說本來是A專案 你就會變成 那叫什麼 A1 和 就是會變A和A加 兩個不同的專案 他們可能就會變成不同的方向 那你可以不需要吵架 你就是把你所有的精力去做你覺得最好的事情 去讓事情完成 那GTV也是基於這樣子的理念 去面對覺得原來政府做的一些不太好的專案 的狀況 那 要同一步同來我要講一下股 就是GTV其實有一個史前時代 就是在GTV大家知道是2012年開始 那其實在更早以前 大概在2000年的時候 這邊是不是都沒有2000年 都還沒有出生對不對 好 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大概新元2000年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群人他們想要做 就是想要做協作這件事情 那想要協作其實就跟大家現在想要做一些事是一樣的事 那這些人包括誰 包括像 就是現在叫唐鳳的人 然後包括 然後GTV的 founder叫創始高家良高村長 然後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很早期的開源社群的參與者 那麼他們那時候就想要就是一起做協作這件事情 就是用開源的模式在台灣 去做一些跨界的專案 包括說像是跟藝術有關的 像跟文學有關的 像跟就是藝術展覽有關的 那可是這件事情在2000年當時就是非常的困難 為什麼非常困難 大家知道為什麼非常困難 因為當時沒有WiFi 沒有就是有網路 但是每次聚會光要為了上網 大概就要花掉半個小時以上的時間 有人在那邊用PCMCIA 有人聽過PCMCIA卡嗎 就是要用一種奇怪的卡去上網 然後就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去連上網路 才開始工作 那其實就是工具上非常的困難 所以就沒有成功 但是後來工具就進步了很多 那所以到2012年的時候 就開始有黑客松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個黑客松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是因為一個叫做 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的廣告 有人看過嗎 2012年有一個 2012年你們幾歲啊 10歲嗎 還是7歲上小學了嗎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回去Google這個 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的廣告 那因為它裡面最後有一句話 就覺得腦了很多一些人 就是大概你照片上看到的這些人 他就說 政府做就對了 你們都不用管 就是公民什麼都不用管 只要讓政府來做就對了 那這個時候那個高家陽就覺得生氣了 就是有些工程師他們就憤怒了 就覺得 為什麼叫我不要管 那政府做就對了 這個在公民社會底下 其實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因為政府他有義務要把資訊 公開透明給人民知道 那所以 他們在2012年的時候 舅舟男成員就是高家陽 然後小微 然後柯比 他們就開始 舉辦了一次黑客送 叫做 第0次動員看到黑客送 然後 他們就是希望 用開放原始碼的模式 來創造草域 然後解決公共的議題 然後做了什麼專案呢 做了一個專案叫做 中央政府總預算視覺化的專案 那 這個是 有人有看過這個專案嗎 沒有 他其實就是 我剛剛講他們怒了以後呢 他做了什麼事 他就是把政府的資料總預算的專案 他把他資料爬出來 然後用大大小小不同的圈圈的方式 來呈現 所以你去看 你就可以看到說 哦原來 國軍退除域官兵輔導委員會 退府會 他們一年花了92億元 然後他會有一個 就是工程師都有一些奇妙的 好笑的梗 就是比如說他就把換算成 大概是3億杯珍珠奶茶 這珍珠奶茶有點太便宜了 現在物價有點上漲了 對現在可能是大概1.5億杯之類的 所以他就會去做一些換算 那你想想 平常如果是政府裡面的預算 他就是用紙本 大概很厚很厚 立法院的專案 每年在審預算的時候 那個預算是非常非常多的 紙本是非常非常多 但是你數位化資料之後 你就可以用比較簡單明瞭的方式 讓一般的公民知道說 我們的錢是怎麼花的 所以他們這個專案在那個 Yahoo Hack Day就得到了一個獎金 他們就用這個獎金來做 來辦了第一次的 Jillie B的黑客松 然後所以在2012年開始 第0次黑客松之後 我們就有第一次的專案 然後後來有 接下來又有一個 政治現金數位化的專案 叫做 就是 有人有聽過這個專案嗎 政治現金數位化的專案 它也是類似的概念 就是 大家知道政治現金是什麼嗎 不知道政治現金是什麼 政治現金就是說 你要選舉的時候 不是都需要有 候選人需要有選舉經費嗎 那你要捐錢給候選人的時候 你的這個選舉經費是需要被記錄的 就是候選人他有義務要揭露 你拿了誰的錢來競選 那其實這是讓 就是 就是 透過資訊透明 讓那個 政治可以比較親民的一種做法 那同樣的政治現金 原來雖然有公開資料 但是它是紙本的公開資料 然後你必須要去監察院裡面查 然後去監察院裡面查之後 那時候就有人進去把那個資料 全部用紙本印出來 然後後來有位 區裡面參與者叫Roni 他今天也有來 他下午會上那個地圖的課 他就把那個資料變成一小格一小格 然後你就只需要 每個人就是只要去把你看到的那格的數字 網頁上的數字用就是打進去框框裡面 就是透過人工工人智慧 來把那個資料 原來的非數位化資料 把它數位化的一個過程 然後在24小時內 他有超過就是幾千個人完成了30萬底的資料辨識 然後後來就是區域秀一直有不同的就是包括在太陽花學運 還有高雄西報的時候都有一些專案的去做一些資源 資訊整合的工作 然後到2017年我們開始辦公民科技獎助金 然後就有Cofax真的假的 這個下午也有一個專案 也有一個專案是教大家參與這個專案 真的假的是查爾機器人的專案 然後還有美國國會觀測站的專案 然後我們到2019年的時候 才開始就是開始做零食小學校這個專案 大概是整個過程大概是這樣 那目前整個社群的狀況是大概有 SPEC上面有9300多個使用者 那我們有辦了44次的黑客送兩個月一次 然後四次雙年會 然後剛剛大家看到的HackMD的協作共比 其實應該已經超過這個數字了 因為一直都在增加當中 然後我們也和台日韓港各地不同的黑客 一起去舉辦跨國的黑客送 那其中2019年的在台灣辦的跨國黑客送 也是在台南辦的 所以現在其實G0V社群 算是全球前三大的公民科技社群 那我要講一下 G0V不是一個組織 就是G0V 大家常常聽到想像說 G0V是一個什麼樣的 G0V其實我們講的就是 G0V是大家自由來提案 然後自由可以開始你自己的專案 包括說像今天你們做完回去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開個共比 或是到大松你來提案 然後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多中心運作的社群 所以你想要做你就做 那也沒有人會逼你做 也沒有人會壓著你要做 但是如果你想要做的話 你可以找志同到合的人一起來做 所以在整個G0V的社群裡面 有非常多不同的專案和工作小組 包括說像G0V舊送團是一個工作小組 大概有八個人 然後國際交流工作小組大概有三個人 然後剛剛有講到 校長有講到蒙點這個專案 然後還有其他就是像V台灣 口罩地圖是去年就是台南 台南那個Howard他開始的一個專案 那其實口罩地圖有非常多不同的口罩地圖 那這個都是大家就是開發者工程師 他們自己自主願意去做的 那包括說選前的時候就會有一些社群人工程師 或者是社群人他們想要做選舉相關的專案 所以就會有立委投票指南 選前大補貼這些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 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是什麼狀況 有沒有問題要問的 沒有齁 來 我想問一下 那 那為什麼這些參與者想要來做 為什麼 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為什麼想要參加參與 那我來問一個G01的參與者 那個哲瑋 講一下你為什麼 這是我們下午的講師 講一下為什麼你想要來參與 嗯 因為其實在這邊可以認識 我本身不會寫程式 但是就可以來這邊分享 譬如如果是做空間規劃的行業 那我會認識一些 對地理資料處理有興趣的分野 去share 可能在我這邊行業上的主題 他們可能從地理資料的角度 所以其實你可以來這邊找跟你 到社群裡面可以來找跟你想要一起做同樣一件事的人 包括說像我們在看那個就是報名表的時候 好像有位報名的同學 他說他想要做流浪狗相關的專案 然後我們大概講一下 就其實之前社群有人做過這個專案 那他們有一些資料留下來 那其實你就可以 就可以把這些資料再轉給這一位 對流浪狗相關專案有興趣的同學 那他可以從那邊找到經驗 或是直接在那裡開始做 然後在問社群裡面有沒有其他人 對這件事情有興趣的 我們可以把不同的有興趣的人連結起來 然後開始這個專案這樣子 對 那再來我想要講一下說 GinV的這個關鍵字 就是開源模式行動主義和公民精神 那開源是什麼呢 有聽過開源的請舉手 你有聽過吧 有聽過看open source的請舉手 有用過open source的東西的請舉手 如果其實應該大部分人都有用過open source的東西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那open source的東西 比如說你現在android裡面 手機裡面的 作業系統就是open source的 它是某程度的open source的 所以開源就是開放原始碼 那開放原始碼 有什麼不一樣 大家知道你們一開始可能大家都是 開放原始碼相對的就是專屬的 專屬的軟體 專屬的軟體 專私有的軟體 那一般公司他們開發的軟體 他會用就是私有的軟體來保護他的智慧才能全 因為他要賣 但是有一群人他們認為說 軟體這種東西他應該是要開放出去的 或是要自由出去的 那所以我有找一篇這個大家先看一下 nie 嗨, I'm Jonas Do you know what open source is? Well let me explain it for you Basically, it means that the recipe of any given work is shared and free for anybody to use Let me take you back where it all started In the 1980s, a guy named Richard Stallman had a problem with the software in his printer He could fix the printer himself but unfortunately he was not allowed to get inside the black box by the manufacturer This frustration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free and open source movement The essential benefits of open source are access to the source or recipe of any given work Free remix and redistribution of any given work An end to predatory vendor lock-in And a higher degree of cooperation Open source is originally a software-related term But let's take a non-technical example of where the open source mindset is actually used today Here's Dave, he is a really passionate skateboarder He loves the community because everyone shares tips and tricks openly This means that everybody has access to the source of becoming a better skateboarder Dave has the opportunity of remixing an existing trick And making it even better He becomes more skilled, faster If Dave's skateboard breaks, he doesn't necessarily have to go back to the vendor to get it fixed He can also fix it himself with the help of one of his friends from the community This is because the design of the skateboard is open source In the skateboard community, you share new ideas and remix each other's tricks You cooperate and reach much higher standards than any skateboarder could reach alone Now let's take another example Here's Susan and Michael They have just bought a new property, now need a new house John is an open source architect And offers three designs that Susan and Michael can base their dream house on They choose option A because it best fits their needs But Susan wants a conservatory as well So Michael draws one and adds that as an extension to their chosen house design Not genetic Susan and Michael choose Company A to help build the house It should be easy for Company A to build it because the architectural drawings and guidelines are already produced by Jump, the open source architect But during the process, Susan and Michael find out that Company A's employees are very slow And not very polite They therefore get Company B to finish the work It's easy for Company B to take over the project because everything is openly documented Fortunately, Company B does an amazing job of completing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In the meantime, Coco and June have shared a new solar cell design As an extension to option A as well Susan and Michael also decide to add that to their home Susan and Michael are now happy owners of a beautiful and customized new home But John is also happy He can now add two new extensions to his professional portfolio Without having done anything himself So now I've given you a taste of some of the many benefits of open source But before I leave you, I have to put an end to some of the myths that still exist First, you have no control of your work That's not true As the initiator, John, the open source architect Verifies extensions and chooses what can be added to his specific project And therefore also decides where the project is heading Second, open equals unsafe Not true In an open source project, many people are involved And cooperate to make an even safer product And to keep unauthorized people out And third, everything is free No, the source itself is free and publicly available But the house must, for example, still be built, customized, maintained And provided with water, power, and heat Hopefully you can now better understand the positive term open source And the principles within Please, start opening up And use the extreme beneficial principles the way they deserve As mentioned, my name is Jonas And I'm representing BitBlueprint We have, in collaboration with Moving Monday Made this video to help scale the positive principles within the open source paradigm We have, of course, made this video free for everyone to use, modify, and share So feel free to do that Thanks for watching Yes Look That Now Look That Look There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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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得很好 還有沒有人要補充 自己有寫過噴Sauce的東西 對不對 這邊 我覺得食譜是一個蠻好的一個比喻 就是說 他的內容是公開的 然後其實你可以 就是如果你要去修改的話 就是你可以再去加一些新的東西進來 但是 譬如說我是A食譜的作者 我可以決定我要不要接受 就是別人來提供我這個意見 要不要修改 然後 那OpenSauce的好處是什麼 剛剛有講到一些 有人抓到 就是你覺得用OpenSauce有什麼好處 對如果對你是一個學 要寫程式的人來說 OpenSauce有什麼好處 對有錢人的經驗可以直接看 還有呢 來換你了 還有什麼 好可以學 還有嗎 來 逛玩先生 就是 像如果說這個軟體 有夠容貸 透過OpenSauce的方式 然後 找到那個動物 然後 你可以回座給 那個 做 對 有一個很專業的事情就是 如果你放到GitHub上 GitHub是一個OpenSauce的專案的軟體 的平台 你放到上面的話 其實全世界的工程師都有機會幫你showbuck 對 譬如說 對 就是 譬如說Android 或是Google的很多專案 他們都會開放出來 那就會有一些工程師 他們在消磨時間的時候 他不看Netflix或YouTube 他就是去showbuck 真的 因為我先生就是這種人 他就是 他的嗜好跟興趣 就是去 修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因為我覺得他得到了很大的成就感 那包括說那個 那個Google會送東西 比如說送衣服或送T-shirt來給他 這樣子 我是送馬克杯 對 那這個就是 蛤? 有人要 什麼? 有誰有什麼意見要分享一下 對 所以 這個就是 其實很多人從中間得到選明就感 然後 我覺得OpenSauce 他有一個重要的是 有一些準則 就是 他 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就是 你不要怕犯錯 你就是先 先寫了 你先寫一版出來 自然就會有人來修理 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說我們在社群裡面 常常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是 有人說他要做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先畫了一個圖 然後 這個時候就是 可能就會有更厲害的人 就出來 想辦法 要幫他 就是他就提供了新的意見 或是直接幫他做一些修正 這件事情其實在開源社群是很常見 而且在GV社群也是非常常見的 那 需要克服的是什麼 大家覺得這件事情是簡單的事嗎 需要克服的是什麼 你願意把你寫的不好的東西先放上去嗎 你覺得沒有那麼完美的東西放上去嗎 我覺得其實最難的是這件事 就是你要先克服 你覺得你要做到足夠完美 才去分享這件事 但是事實上是沒有這件事 沒有完美這件事情 最好就是 而且也沒有人會嘲笑你 所以在社群裡面其實我們提供一個 安全的犯錯的修正的環境 讓大家可以就是把你的意見 在一個也許非常雛形 非常粗糙的方式底下先放出來 但是會有人來教你 或是提供你說怎麼做會比較好 那這個到時候很多 就是說有一些社群的參與的時候 會說他覺得好幸運 為什麼會有人來幫助 就是來幫忙他 事實上就是在社群裡面就是會這麼幸運 那另外就是不重複造車輪這件事情 就是已經有人做過事 你不需要重複做 比如說我今天投影片裡面 其實有很多投影片都是之前已經別人做過的 就是交通團已經做過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把它拿來用 然後做過 那為什麼可以這麼做呢 我是智慧安全的律師 我要跟大家講 是因為這些投影片 因為在社群裡面 我們會用CC授權 就是Preative Commons授權 你是可以重複使用 只要標註來 就是看他的授權方式標註來源 然後有很多授權專案的成果 也是用CC0或是用CC不同的授權 所以是可以重複利用的 就不是像說其他你在網路上 如果要抓別人的圖片 其實你要非常的小心 對你是不能隨便抓的 但是在社群裡面 我們就是希望透過分享和重複利用 讓大家不用做重複 那另外就是說 透過開源方式 你可以取得信任 比如說像最近 有一些 就是有人在討論說 Clubhouse的安全性的問題 Clubhouse大家有聽過嗎 就是有一個新的 新的那叫什麼軟體 實驗現場聊天軟體 現場聊天室軟體 就是音訊的聊天室軟體 那其實很多人在討論說 是不是會有中國監管監控的問題 或是留隱私 侵賴隱私的這些問題 但是其實如果是客戶開源的話 他就比較容易讓大家取得說 對他這個架構設計 或是他對他安全性是不是信任 那另外就是經過有分享 來創造最大的效益 這是剛剛講的 那所以其實開源已經是一種超越 對原來軟體生產界線的運動 和工作方式 他其實不是只用來開發軟體程式而已 其實在社群裡面的一個工作方式 他就是一個開源的工作方式 包括說我們希望你能夠把你的意見 或是說你的idea能夠寫出來 然後能夠大家一起分享 然後去一起 不用做成功的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另外一個 距離比另外一個關鍵 是叫做行動主義 什麼叫做行動主義 行動相對於什麼 行動主義的相反詞是什麼 或是相對詞是什麼 大家覺得是什麼 嘴炮吧 是不是 是睡覺還是嘴炮 我覺得是嘴炮 那我們常會說沒有人 不要問沒有人 就是常會說 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這個這個 這件事 為什麼沒有人去做 去改這個東西 或是去做什麼事 那其實社群裡面有一個重點 就是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你就是那個沒有人 所以其實就是要做就對了 那不要當酸民 叫當公民 公民是什麼意思 公民是 就是行動 我覺得是公民主義社會公民的特權 為什麼這麼說 大家可以去觀察一下 那個中國現在的 就是現在的發展的狀況 其實我在看他們 在Clubhouse上面 他們也都 中國人也都非常的會講 而且論理非常清楚 邏輯非常清晰 然後他們也很知道 什麼事情要做 什麼事情要 就是批評得很好 可是問題是在 那樣子的威權統治的社會底下 其實他們沒有辦法實際上 做出什麼行動 因為他們一旦要做什麼行動 找一群人來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其實就會被限制 所以大家要珍惜在台灣社會 你是可以行動的 這一個特權 然後另外就是公民精神 公民精神包括說 個人理性自主的參與 然後我們其實是一個 並不是一個版政府的一個社群 然後還有包括說 要對其他人有道德和責任感 這是我們公民社群的精神的一部分 那所以我們其實發現 這跟我們剛剛在講的那個 就是影響力報告的調查結果一樣 就是我們其實會發現 這三個關鍵事實的 GNP社群它能夠 不是提出構想 而是讓想像實踐落地 成為改變社會的專案 那最後我在想跟大家講一件事就是 不要怕犯錯 我覺得如果今天在這邊你學到知道 未必就是知道 犯錯是OK的 然後專案失敗是非常好的 那就很值得了 那還有嘗試去 試著去那個去做開人的專案 那你必須要不怕犯錯 你才有辦法去參與一個開院的專案 因為如果你一直覺得 我沒有做好 或是說我不好意思讓別人看 你沒有辦法開院 因為你沒有辦法打開 你的想法還有你的工作成果 去讓別人給你意見 讓別人跟你一起協作 所以不要怕犯錯 其實在GNP大部分的專案都是失敗的 因為常常會有人會問我說 如果專案失敗要怎麼辦 我都覺得專案失敗很好 對 至少表示曾經嘗試過 那更好的是在GNP失敗 因為如果在GNP失敗 表示你的專案是開院的專案 那開院的專案 只要日後有機會 有人有興趣的時候 他都有機會再讓他重新啟動 包括說我們之前做很多專案 後來也許有其他新的參與者出現 我們就希望能夠再重新嘗試 包括說我們自己 就有一個專案已經嘗試 失敗八次每年都有新版 但是我想我們之後還是會繼續 重新嘗試下去 叫做GNP的那個叫什麼 專案資料庫 我們一直在試圖找一個好的方法 來做GNP的專案資料庫 但是一直在失敗和重新中間 對 那我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克服 有一點點 就是覺得自己需要克服 不怕錯誤 不怕犯錯的這件事情 然後在下午的時候 帶著這樣的心情去參加每一個專案 盡量提出問題來 好吧 那我們今天 就差不多講到這邊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